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淑珍抱怨台高等法院继续严压程水点两个月的决定不公平 大家好 今天是2009年12月18号星期五 我是詹辰 欢迎收看由中瑞集团独家训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热线 两岸两会领导人第四次会谈下周一将在台中市举行 今天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率领先前人员抵达台中 要在海协会会长陈玉玲21号抵台前 先行安排彩线行程 实际了解陈玉玲此行在台中等地的参访地点 为两会领导人会谈做准备 台湾方面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昨天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举行会前记者会 透露部分行程安排 江炳坤说两会第四次领导人会谈第一天下午是两会副董事长和副会长级别的磋商 晚间海集会将举行欢迎宴会 上午我们会举行我们省会长之间的对话意见交换 江炳坤表示对话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检讨过去签署的九项协议 尽管有相当良好的绩效 但可进一步改进 第二部分是针对这次的思想协议充分交换意见 确定最后的版本 同时期许这思想协议有很好的执行和成果 第三部分将谈到下次或明年两会商谈的议题 当天下午两会将举行签署仪式 晚上海协会举行答谢宴 他表示第三天上午将有陆资来台问题的座谈会 两岸企业搭会共同参加 透过会谈方式了解台湾投资规定 也了解台湾市场 后续还会分组参观 企业界将会去工业园区 科学院区 还包括周边一些其他地方 当天晚间台中市长胡志强将设晚宴 欢迎参加两会协商的人员及相关贵宾 24号行程将主要是南投方面的参访行程 江炳坤说包括日月潭游湖 当天晚上南投县长李朝青将举行欢迎晚宴 之后还会有相关参访活动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绿营针对两岸两会商谈的抗议动作持续 今天有民进党籍市议员上街外挂气球广告抗议 而对于有部分绿营人士声称 会谈期间要活捉陈玉玲 陈玉玲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相信只是个人行为 第四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即将举行 18号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找来电子琴花车 绕着御园花园酒店抗议 也有人挂上大型帆布广告 升起高空气球 用标语反对两会商谈 对于绿营的种种抗议行为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今天在行前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对于有部分绿营人士表示 到时候要活捉陈云林 他表示相信这只是个人行为 我在电视上听到了 好像也并不陌生 因为一年前的11月4号 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但我同时也注意到了 昨天民进党发言员也明确地表示 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对于那些 对我们两会商谈 暂时还败有许多 这样那样的一些疑虑 甚至反对我们的人 我们绝对会尊重他们 表达意见的权利 据台湾媒体报道 金浦聪接下国民党秘书长一职后 国民党文宣团队也将到位 马团队文宣铁三角要合体 而国民党即明代 郑立文将会转战台新闻主管部门 不过郑立文今天出面回应 他说完全没这回事 所谓马英九金浦聪 马金合体之下的发言体系 新铁三角由哪些人组成 马英九不谈 金浦聪对外也还在卖关子 但最新初看的周刊 已经披露一份梦幻名单 报道指出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 王玉琪已经口头请辞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建荣 将转任政务系统 新闻部门负责人苏俊斌 则转接文传会主委 王玉琪的缺由罗志强接任 苏俊斌的缺由国民党籍民代 郑立文接任 完全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纯粹只是爆派吧 报道宣称 马英九竞选时的发言人将合体 让一年半前 政党轮替的光荣战役 在2010年重现 但不止郑立文否认 罗志强也不评论 目前正在休一个星期下的 王玉琪已经否认提出请辞 李建荣则说 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苏俊斌的部分无法联系上 但根据了解 苏俊斌办公室的事务官 已经都调离办公室 依照网例 苏俊斌如果要离开 都会先帮下属安排好新工作 言下之意 只要金普聪提出 吴敦义就可能放人 12月20号新任县市长就任 将是行政团队微服调整的第一波 周刊抢先点价 看似合乎逻辑 但当事人却没有证实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张先生你好 有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党政人士将发生变动 马团队文宣铁三角要合体 您对这样的报道有什么评论呢 对于这次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事跟动 包含曾立文 包含李建龙 建龙兄他也很坦白的讲 他说如果真有异动的话 大概是在明年1月9号立委选举 然后过完年 差不多1月底的少 他说如果有异动 大概就在这个时间 那至于其他三个人 那我也问过了蔡思平 是马先生的发言人 第一 那蔡思平他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马在选上了以后 曾经留给他们一个指示 第一个你文权班底不要散掉 第二个 这些文权班底要经常聚集在一起 然后针对选情 做一些评估给马先生 第三个金辅冲回来 那相关的人士一定要经过马先生的同意 就是马英九的同意 所以他也不认为在短期内 这些人会变动 然而他们也观察到了 就是说马要用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国民党内部他指挥不动 然后又是一盘反差 然后又是派系休兵 好 这些我都讲过了 他现在就是说希望金回来 先把立委的选择先打好 打好了以后 针对武都市长的提名 还有针对所谓的派系休兵的问题 究竟是终结派系 还是运用派系 我想金这次下乡 他应该会有所了解地方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个人的党内部的 所谓的人士应那个移动 是传闻居多 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话 大概要等到明年1月9号 相关的立委补选完成以后 还有相关的所谓国民党 指挥不动一盘散沙 然后这一些派系按兵不动 这一些把它处理完以后 大概才有可能大幅度的 调整国民党的人士 好的 谢谢张先生 台北市政府爆发了一起贪赌弊案 台北市环保局清洁巡查人员 及清洁队员 涉嫌长期包庇厂商 对污染违规事件不仅不举发 甚至放水民间清洁公司 以伪造的垃圾袋倾倒垃圾 对此台北市长郝龙斌 今天亲自出面说明 表示痛心 对涉案人员将从严处置 警告大动作搜索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涉及贪赌不法 市政府主动告知韩宋 今年8月份 北市府阵风处开始调查 发现环保局限职和离职员工 一次在外开设清洁公司 承包民间废弃物处理 使用伪造垃圾袋倾倒 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我知道说我们有这样一些环保局的清洁队跟鸡查大队人设计不法的时候 我个人非常的痛心 把鸡查大队还有我们各清洁队里面的巡查人员 是目前我们所了解涉案的对象 那他的人数大概据我们所抽查的比例大概八九位 好龙斌下例清查并主动含送市调处 只要涉案 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调离限职 甚至我们针对证据以及涉案的轻重 我们必须从严来做处置 好龙斌神情严肃表态绝不宽怠 毕竟一向青年的台北市政府形象可不容许出乱子 即将在明年举行的台当局五大指管市长选举旋风 现在也挂进台湾的漫画圈了 之前才靠搞怪漫画马皇将领走红的画家伟宗成 就决定将新作品锁定五大指管市长选战 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五大指管市全拟人画成俏皮人物 台湾本土漫画持续发工 作者伟宗成才27岁 看看他刻画挑眉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上马英九 蓝绿恶搞对决2010五个指管市市长大战 但到底哪五个地区要选 作者干脆把五个县市拟人画 台北市是朝南背着一只象征猫懒的猫 新北市是因为县长周西伟曾经率重上山打老虎一炮而红 是一个穿老虎纹路装的俏皮女郎 这简直比官方宣传更有效果 我要尽量把他们画的神秘颠覆 他们画的不像就不好玩的 大家现在生活过得不是很好 大家看着可以开心就好了 网民集思广益 作者负责刻画出图像 这次新科县市长在他画笔下入目三分 还取绰号 台东县长黄建廷变成东台队长 桃园县长吴志阳就叫武之阳 武之阳很好啊 这个是我从小学开始的绰号 政治人物变漫画人物不在一本正经 就算怒发冲冠 嬉笑怒骂也很吸引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吴淑珍抱怨台高等法院继续严压陈水扁两个月的决定不公平 台卫生部门否认孕妇流产死胎案例与假留疫苗有关 鼓励孕妇积极接种疫苗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台高等法院17号作出裁定 陈水扁从12月24号开始再延压两个月 确定2010年春节没办法和家人一起度过 对此结果陈水扁妻子吴淑珍连呼不公 而扁伴则表示这次结果并不意外 希望台高院赶紧传唤相关证人消除串供的疑虑 让陈水扁可以回家和家人过农历年 经过386个日子 陈水扁因为羁押欺满 原本又有机会可以获得释放 没想到最后希望落空 经过台高院和议庭评议后 决定从12月24号开始 陈水扁继续积压两个月 确定没办法回家和家人欢度2010年春节 台高院积压陈水扁的理由有三 认为因为陈水扁贪污涉嫌重大 而且海外有巨款 一旦潜逃就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 再加上曾经担任过台湾地区领导人 熟悉陶王管道 因此评议后决定继续延压 面对这样的结果 扁半表示并不意外 没有任何的期待 所以他昨天接到判决裁定书以后 他心情非常的平静 扁半表示希望台高院法官能够尽快训问 包含马永诚等证人 希望串供的疑虑能够解除 虽然陈水扁已错过心力跨年 但希望可以和家人共度农历年 而吴淑珍在听到陈水扁 还要再压两个月后 则是连说了两次不公平 18号北上出庭的吴淑珍 儿子媳妇都陪在身边 几天前陈志忠开着百万名车 买车钱从哪来 当然又成了焦点 扁家人喊穷 但还能开高档车 嘴巴上都说是借来的 外界认为扁家人的言语行为令人费解 不过确定的是 陈水扁还要继续待在看守所中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水扁在公务基要费案 被控侵占公有财物 是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台湾法律界人士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 积压被告侦查中不得超过两个月 审判中不得超过三个月 不过陈水扁涉犯贪污 属于十年以上重罪 因此法官可以无限期 延压陈水扁 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孕妇接种假流疫苗的比例 只有7% 为了鼓励更多孕妇接种疫苗 台卫生部门派出感染科权威 张上纯 轻上火线消毒 再次强调 先前传出孕妇 疑似施打假流疫苗 导致流产死胎的案例 确定和假流疫苗没有关系 也提出数据强调 打疫苗可以减少流产风险 妈妈忍痛挨着一针 会不会反而危害宝宝生命 民众有疑虑 因为先前传出一位40岁孕妇 疑似施打新流感疫苗 造成38周胎儿死亡 另一位31岁孕妈妈怀孕16周 打完疫苗 产检胎儿却已经没有心跳 两个案例让孕妇们犹豫不敢打 台卫生部门派出感染科权威 亲上火线消毒 胎儿拿出来 然后做了病理的切片的检查 已经经过讨论认定说 它是跟疫苗接种是不相干的 卫生部门强调 这两起个案都和施打疫苗无关 还提出数据佐证 从11月开打到12月7号 施打疫苗的12000多名孕妇 发生流产有36起 比例0.3% 死胎1起 比例0.01% 远小于未施打疫苗 11.9万孕妇 流产比例4.1% 本来自然就会一直发生 那这些人他接种H1万万 也还是维持他 原来会发生这些意外事件的一些状况 接下来我们通过 由香港民意集团独家赞助播出的 今日连接环节 来了解一下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登消息称 第四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即将登场 民进党动员支持者向下 台湾人多不以为然 依据台湾最新民调显示 71%的受访者知道本届会议将在台中举行 53%的民众反对民进党动员抵制两会领导人第四次会谈 第四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即将在台中市登场 民进党酝酿动员群众抗争 身为东道主的胡志强 特地出面喊话 他连声拜托 希望热带性低气压不要变成台风 对此今天台湾中国时报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胡志强拜托大家支持合法理性与非暴力的集会游行 这不仅是官方的基本动作 也是先礼后兵的运用 胡志强出面灭火 善尽东道主之责 文章呼吁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们 别让热带低气压失控 16号有台媒爆料说 陈水扁儿子陈志忠花进百万元新台币 买了一部二手的名牌修旅车 但陈志忠辩称向亲戚借的 17号又有媒体揭发陈志忠突破观看舞蹈表演 做的是票价4000元的中高价须 但是陈志忠解释是朋友请的 对此香港大公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称 到底是陈水扁儿子出手阔绰 还是亲友慷慨解囊相助 恐怕只有扁家最清楚 文章指出扁家挥霍 若用的是自己的血汗钱 无可厚非 但如今案情显示 扁家的不少资产是贪污受贿所得 从贫穷到富贵就容易适应 而从富贵沦为贫穷 则难以忍受 看来扁家定力不够 露出了马脚 徒增社会反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新闻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今天上午 东南卫视第二轮赴台注点记者 贾志锦 吴明东从福州启程 即将开始他们新一轮的赴台注点采访工作 2008年12月18号 东南卫视派出首批赴台注点记者 一年来他们关注台湾政治经济名声收获满满 开大陆省级卫视先河 先两岸新闻交流新页 东南卫视记者 驻台采访 东南卫视记者 叶庆林黄胜 第一小礼文明东 台北报道 第一时间关注岛内政经变化 第一现场 报道台湾社会万象 更权威 更及时的财产资讯 就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早上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早早的来到台里 为栏目组第二轮赴台注点记者 贾志锦 吴明东送行 还送他们一本书 我们台湾这些年 天好玩的一个台湾年轻人 有啊有啊有啊 他是一个当地人走过来的身份 然后又对大陆有一些了解 所以可以让我们做一些 特殊特殊特殊 你们作为回报就回来 然后给我带两本书 是故地重游 还有老友重逢 所以呢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我今天感觉心情也很平静 我想到了台湾以后 我们还是要多关注一些 台湾人民的一些民生的问题 策划性的报道可能会 更加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的任务 而不仅仅是关注性的东西 去年的这一天 叶青林黄胜作为首轮首批 大陆地方媒体赴台注点记者 踏上了宝岛台湾 开始了他们的台湾行 他们在台湾注点采访期间 全面观察和报道台湾的政治经济 以及社会民生 大量报道两岸交流 尤其是闽台交流的重大事件 制作了会台春风杜海霞等系列报道 在国家级媒体 以专栏形式发表铸台相关文章 并在新浪开设博客 登在铸台首季 收获了满满的那种亲情 或参与其中 新与新的交流 一点一滴的这种交流 这种积累 我觉得是作为自己客人来说 是最荣幸的也是很必要 就是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在开阔自己的见识啊 演技啊都打拍 在此之后 东南卫视记者林祥宇 吴明东 贾智锦 陈熙 谢史莲 周立也相继踏上了宝岛台湾 共发回新闻报道200余条 他们全面报道两岸交流热点 生动展现敏台合作 报道岛内民生 展示台海互动积极成果 一年来四批铸台记者 加强与岛内媒体互动联系 做好宣传 以扩大福建媒体影响 新的一年 赴台铸点又有了新的内涵 今后多做一些有目的性的 有意思的这种主题性的策划 另外在我们栏目扩版的基础上 在板块的设置上面 能够更突出我们那个 驻台记者的这种存在感 跟特色和优势 那么更深入的观察 这个两岸关系 特别是我们敏台关系的发展 然后用更鲜活的势力 来体现我们两岸同胞 这种股肉心情 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台办等先官部门 对东南卫视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们说赴台铸点记者 在台湾铸点采访期间 以实际行动向台湾各界 展示了福建媒体的良好形象 向台湾民众传递了 敏台亲情 加深了他们对 敏台五元关系的认同 也收获了台湾各界 满满的善意回馈 新的一年赴台铸点的工作 更加重要 任务更紧 希望大家在家把劲 要更多人来宣传 就是我们台湾的乡亲 他们在这块宝岛上 创业 奋斗 发展 成就 要非常努力地挖掘 我们新时期 敏台五元关系的 新的内涵 新的发展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就像驻台记者们说的 赴台铸点一年来 我们见证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重要进程 也把在台生活的 温暖点滴收藏心底 让我们一起期盼 2010年的赴台铸点 期盼新的惊喜和收获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是詹辰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收看 台湾故事会 我明天再见